韩国实践秀黑白大厨播出之后在台湾刮起了旋风 而现在白货业者也在19号举办了宅料理竞赛决赛 鼓励全民参与并且采取网络与实体双阶段的进行 正是打破了年龄还有距离的限制 业者就寄出了个人奖金最高15万元 要推广永续消费低碳饮食理念 无论是搅拌切片还是翻炒 直播画面中的20对晋级选手都全神贯注 专心处理每一样食材 经过90分钟的直播烹饪过程后 素人大厨们随即带上自家作品 前往会场参加决赛 我是用它去纸米还有海苔去炸 炸出了一点冒泡的感觉 让它感觉就是想让它知道 澎湖的海底世界的感觉 它是来自于宜兰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料理 那我从以前其实只有吃过我阿嬷做的 然后在外面也吃不到我阿嬷这样子做出来的味道 透过比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每个家乡不同的故事 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 百货业者搭上韩国诗经秀黑白大厨旋风 寄出个人奖金最高15万 举办宅料理竞赛 以李山离海家乡寻味为主题 鼓励选手烹煮就地取材的家常菜 并对参赛作品在厨艺与营养方面 给出专业评分 所有参赛的人 他们在讲这个烹饪的背景跟故事的时候 已经把永续这件事情当作必然的DNA 他选材他怎么样使用边角料 然后他的厨余怎么处理 他们都讲的头头是道 我心里面真的觉得很欣慰 透过宅料理竞赛 业者顺势把永续消费与绿色饮食概念 埋到消费者心中 记者杨恒雄如洗 台北采访报导